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3月 古城西安 已是初春 却依然带着一丝寒意 然而一条考古新闻却让人们热了起来 就规模行者来说是最高的 以前不是也挖过那个海巷墨的 但是那个规模来说还是没这个 因为海巷指导三品还是宰相 然而这个肯定在宰相之上 甚至比较高是皇室的 三品之上皇室成员 这让生活在古城的人们兴奋不已 西安 十三朝古都 就在西安周边关中平原的黄土之下 还安葬着许多位帝王和皇亲国旗 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会是谁呢 人们众说纷纭猜测不断 是皇子 是公主 还是另有其人 甚至有人提出墓葬主人就是太平公主 这个墓葬从时代上 然后规模上 如果说是太平公主的话 也是符合的 因为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唐代的第一公主 对吧 再没有比她更受宠的公主 作为公主来说 地位也是知名度了 地位都是很高的 所以她的墓葬发现的话 肯定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 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新闻报道的这座墓葬 位于咸阳洪独园上 洪独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近些年 考古工作者 从保留下来的 隋唐墓之中 才发现这个地名的存在 原来它并不简单 它的地理位置 是位于汉唐长安城的北边 它是隔着渭河 和汉唐长安城相望的 这样一块 都城北边的一块高地 这个地理位置 决定了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离汉唐两代的都城都很近 洪独园的考古工作 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七十年来的考古发掘 相继出土一批 北周隋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其中就有北周纪国公宇文通的墓葬 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墓葬 唐代驸马薛绍的墓葬 他们都曾在各自时代叱咤风云 死后也将一生的荣耀 葬在了红毒园上 2020年6月 为了配合工程建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派出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 由李明任领队 开始了洪独园第四次考古发掘 通过我们对隋唐长安城周边的墓地的研究 就发现洪独园的墓葬等级规模上 是要超过隋唐长安城东郊西郊和南郊的这样的墓葬区 远远高于这些墓葬区 因为它分布有一些公主 富满 亲王 甚至高等级外契 洪独园还有多少秘密在等待发掘 考古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密集勘探 在850万平方米的地域范围内 又发现了3600多座古代墓葬 和1000多处遗迹 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这在考古中国考古的历史上 都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李明已经是第四次到洪独园做考古 20年前他参与了洪独园北周皇室大墓的考古工作 2013年主持了上官晚儿墓的发掘 2019年再次来到空港新城 主持了唐驸马都尉薛绍墓的发掘 总结以往的经验 李明意识到 作为一项大型的考古现场 从几千座墓葬中选择第一座正式发掘 这就像一个一般的建筑工程 它有一个控制点 就是这个控制点 应该就是整个工程里面 施工难度最大的这个点 所以一般我们把这种大型的墓葬 只是放在考古发掘 最开始就对它进行发掘 目标很快锁定在了 位于咸阳市北渡街道岳家村的一座大墓 编号为M3001 在广袤的关中平原 远远望去 M3001号墓 只是一座杂草丛生的高途台子 并不引人注目 但是考古队员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301它的原谋 它是在地表 它有一个高达8米的风头 然后风头的底径也有8到10米左右 然后这个就在地表来看 就特别明显 然后它这个风头上面 当时就是到现场的时候 长满了树和草 然后就显得它就更加明显了 在整个地区来说 它是地表症状最明显的一座墓葬 风头是墓葬在地表之上的建筑 在中国古代 风头并不是随便可以堆砌的 周里春观记载 以绝等为秋风之度 即按照级别大小 以决定风土的大小 探测发现 M3001是这一区域规模最大的一座风土墓 虽然年代久远 风土被风吹雨林不断拨石 但高度依然达到8米 可以想见在下葬之初它的规模 这绝非普通人所能享用 那么M3001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然后我们就在现有这个风土的周边 然后就布了探方 然后解剖它这个形状 底部形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考古队员在M3001墓葬周边 布下12个探方 铁铲小心翼翼地去除表层泥土 一层一层 不久 地表之下20厘米 土层终于有了变化 土的颜色变得花杂 质地更加坚硬 有明显的夯打痕迹 考古队员判断 这应该就是M3001被埋于地下 最初风土留下的痕迹 经过测量 原始风土的边长达到了39米 是地表残留痕迹的四倍 这个39米 边长39米的这样的风土 规模已经相当大了 很少见到有如此大规模的风土 M3001风土的规模 让考古队员感到非常惊讶 然而 让考古队员惊讶的还不止于此 通过仔细观察 考古现场负责人赵战瑞发现 地表之下 风土的形质也发生了变化 这块这个位置呢 原来是3001风土的位置所在 然后我们最早进场的时候 它那个风土底部呢 是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再对它就是风土底部 然后就是因为它现在这个状态呢 是经过长期那个人为取土破坏啊 还有就是风时雨时的 所以成为这个形状了 然后我们对它底部呢 重新不探方进行发掘 发掘之后呢 发现它底部的形质是一个圆角方形的 就是一个方形 它四个角是圆的这个形状 近些年在洪毒园陆续出土了一批 隋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但是保留风土的墓葬并不多见 并且多以圆形风土为主 方形风土的墓葬非常罕见 方形的风土呢 一般说它是一种覆斗形 就是四面坡平顶的这种覆斗 我们叫覆斗形风土 这种覆斗形风土呢 在唐代来说 是身份比较高的墓主才能使用的 这就提示我们说 这个墓主人的身份更加的不一般 考古刚刚开始 就发现与众不同 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它会享有如此规模的风土 方形风土的下面 还有多少秘密在等待发现 就在这时 从村民口中传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最早我们进入到这个区域发掘的时候 就是有时会用到周边的一些民工 然后就是他们会过来 就参与我们这个发掘工作 他们在发掘这个墓的时候 就果然间就给我们谈 就是说在这个南边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在这见到有十人 村民们口中的十人 会不会就是邻居神道上的十相生 在古代 帝王或者众臣的陵墓前 都有一条供后人祭祀的道路 被称为神道 在神道两边 排列着石雕的动物或者人像 他们被称为十相生 如果村民传说的石人 与神道有关 就更加证实这个墓丧 非同一般的等级 现场负责人赵湛瑞 立即组织人员 在墓丧南侧进行了密集探测 泥土慢慢剥离 所有人都在期待土层之下的变化 一般来说就是在地表的话 就是它一般会有个座儿的 然后裂高石人一般就是 因为多两米的样子 就非常明显 如果它倒在那的话也很明显 然而时间一点点过去 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因为唐的那个开口层尾 到现在这个地表的话 也就是个五六十公分的深度 就是它如果倒在那 如果你在那儿随便 把地表翻腾一下都能看见 所以有可能就是被 有可能是有的 然后被倒走了 所以我们没有找到 传说中的识人和神道 并没有找到 考古人员多少有些遗憾 这就是真实的考古 不断探索 不断寻找 地表之上已经无法找到答案 要想探知更多的信息 只有深入地下 每平方米五个深孔 呈梅花形分布 考古队员继续扩大探测范围 仔细观察土层的变化 拍照 测量 绘图 M3001号目的形质 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座由木道 涌道 过洞 木室构成的大型墓葬 整个墓葬坐北朝南 面积589.5平方米 最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 在墓葬南侧 涌道上方 还勘探出了五个天井 五个天井都是方形的天井 和木道等宽 两米三左右宽的这样一个天井 这个特征呢 也说明它是一个出唐的墓葬 天井木源于东汉 主要分布于关中平原地区 这里干燥的气候和土壤 更适合天井木的结构 后来逐渐演变成北周 隋唐时期的墓葬制度 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天井 是借用了古代建筑术语的一个词 因为在建筑中 四面房子围和之间的这样 露出天空的这样一个空间结构 它叫天井 所以我们就模仿建筑术语 把它叫做天井 古人誓死如是生 木葬形制往往是对地面建筑的模仿 有学者认为 天井象征建筑中的院落 天井的数量也意味着 逝者生前居所的大小 以前我们普遍认为天井的数量 代表着墓葬的等级和墓主人的身份 也就是说墓葬等级越高 墓主人的身份越高 天井数量是会越来越多的 2013年9月 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卫城区 北渡街道邓村 发现了一座五天井单式砖炫墓 解读墓志发现 墓葬的主人 竟然是唐代才女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应聪慧上文 深得武则天重用 群臣奏章多有其参与决断 有金国宰相之名 唐中宗时 上官婉儿被封为昭容 在政坛文坛都有着显要地位 上官婉儿生前受到皇权的宠信 死后葬于红独圆 五个天井 这是唐代陆葬制度中 官员能响应的最高形质 与上官婉儿一样 M3001的墓主人也享有五个天井 这至少说明 他的身份最起码与上官婉儿相当 从墓葬刑制判断 M3001墓主人 应该与上官婉儿的年代相近 死后能与上官婉儿享用同等的日散规格 那么M3001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为什么会享有如此特权 天色渐晚 考古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更多的疑问 还要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 慢慢寻找答案 第二天一早 考古队员就在M3001墓葬周边 扩大了勘探范围 发现它周边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围沟 南北长度有180米 东西宽度也有将近150米 中国古代墓葬 伪区别于世俗社会 墓葬周围会开挖出环围的好沟 也被称为围沟 它既有护灵防水的作用 也标示着墓围的诏域 以壕沟为界 将墓围和现世生活分开 宣告死者所在的区域 已是生死有别 到了唐代 维沟的面积可以体现墓葬规模的大小 也成为了墓葬等级制度的象征 史书《唐会要》中记载 一品营地先方九十步 换算之后 一品官员墓葬维沟的边长 最长可以达到一百三十五米 然而探测发现 M3001墓葬围沟有150米长 远远超出了考古工作人员的预期 这个围沟的规模 在我们已经发掘的唐代墓葬中是最大的 就是红毒源上的唐代墓葬中 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围沟 探测结果显示 在整个围沟范围内 只有M3001一座墓葬 而大多数唐墓却是几座墓葬 甚至一个家族的墓葬 才共享一座墓园 从汉代到隋唐时期 数不清的皇亲贵咒 达官显贵 死后葬于红毒源上 能够独自享用唐代墓葬中最大一个墓园的人 他的身份是何等尊贵 所以综合考虑 它应该是一个三坪以上光源 我们以前发掘的山光丸墓 它没有围沟 薛少墓也没有围沟 而且都没有封土 设施来说 地面设施来说 比照3001号墓来说 差距就很大 但是这两个人 一个是二坪观 一个是三坪观 所以通过以前在本地的发掘经验来看 这个墓葬的墓主人的身份 肯定是要超过二坪观和三坪观的 应该是能达到一坪的这个级别的 唐代对官员等级和权力限制非常严格 朝中官员最高的等级就是正三坪 开元年间 唐玄宗最为器重的韩修 身为当朝宰相 也就是三坪的官职 后来被唐中宗封为昭容的上官网儿 也仅仅是二坪 在唐代 只有三公和亲王 才可以观止正一品 那么 M3001物主人 会使三公或者亲王吗 2020年12月 M3001物账物正式开始向下发掘 不久一个令人沮丧的情况出现了 发现盗洞而且很多 盗洞是比较多的 大大小小都有 基本上是墓葬上面是遍布盗洞 比较多 看来M3001高高的封土 不仅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关注 也没能逃脱盗墓贼的窥视 四处分布的盗洞为考古工作增加了难度 田土已经被扰杜 土质结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避免墓葬再次遭到破坏 从不同区域由上而下平坡发掘 成为了最佳方案 方案敲定 施工也加快了进度 木道内的泥土很快被清出 18米长 2.3米宽的长斜坡木道 逐渐逐渐显露 逐渐显露出来 墙壁上露出了白色的痕迹 轻轻地清理 白色越来越大 这应该是地障层 一种用白灰植物纤维等物质混合而成的涂料 地障层的作用 类似于现代的墙面镜子 非常容易粘合在墙壁上 考古队员意识到 发现了地障层 就意味着M3001墓葬应该有壁画 当时对他的判断应该是出唐时代的墓葬 也就是公元700年左右吧 650年到700年左右的这样的时代的墓葬 那么这个时代的墓葬 这个规模的墓葬 出土壁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永生 这是唐张怀太子墓 墓室四周按照太子生前经历 通过壁画为其复原生活场景 以便王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 墓到西壁则出土了一幅长达九米的马囚图 图中二十多名骑马者 身着身浅两色 窄袖长袍 戴福头 穿黑靴 或手持鞠杖鸡球 或策马奔驰 这项在唐代盛极一时的运动 也是王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精神寄托 在这些壁画中 往往也能发现墓主人的某些身份信息 2005年 李明在主持发掘铜关税村一座随带墓葬时 也完整清理出了大型壁画 最终根据壁画内容 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太子杨勇 那么 红图园M3001号墓的壁画中 会藏着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吗 竹签和毛刷轮番上阵 慢慢清除掉表层的泥土 红色 黑色 漆带中的壁画渐渐露了出来 壁画虽然保存情况不好 但是还是能够看到它东西 木道的东西两壁 绘制的是青龙和白虎 青龙白虎长四方 朱雀玄武顺阴阳 青龙 白虎 朱雀玄武 是中国古代的四神 其起源与原始星辰崇拜 有直接关系 以后则变成了四个吉祥物 这个青龙和白虎的规模非常大 东壁的青龙长度达到八米 很有气势的一幅青龙图 从画工上来看 从整个青龙的造型上来看 都是高手画师的作品 唐代国力强盛 帝王崇尚厚丧 一些高等级木丧纷纷效仿 选用最好的画师创作壁画 也将唐代最精湛的绘画技艺流传下来 令人遗憾的是 M3001木道两侧的壁画 因为年代久远 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内围 唐代木道两侧的壁画 多会有逝者出行的遗仗 M3001壁画中的出行队伍 一定声势浩大 壁画中缺失的部分 也许正是前呼后拥的遗仗队伍 只是壁画不全 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遗憾 但不久后 一个消息让人们的情绪 一下子提振起来 这一天 正在其他工地忙碌的赵湛瑞 突然接到电话 喂 喂 师傅 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 M3001考古现场的工人 告诉赵湛瑞 在清除地表风土时 又发现了两个天井 五个天井 这已经是洪读员近年发现的 最高规格唐代木葬了 现在 风土之下 竟然又发现了两个天井 现场所有的人都感到诧异 当时一听是七个天井 我都不知道该咋猜 这个牧主的身份了 就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个人群里去考虑了 我以前最多的是挖的五个 级别最高的 现在七个是头一次见 相当于太子墓的这个天井的数量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多 唐代木葬最多也就是七个天井 所以已经等级上基本上已经到头了 七个天井已是唐代木葬最高的级别 1971年 在陕西省前县县城西北 约三千米的乾陵乡寒家宝村北面 曾经发现了一座七天井的墓葬 地表有双层附附附附 地下有斜坡木道 六个过洞 七个天井 那座墓葬正是唐中宗李显 与为皇后的长子 义德太子李崇润的墓 同年 在乾陵乡杨家宝村北面的高地上 发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 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 而那座墓葬目前也只发现了四个天井 七个天井的M3001墓葬 引来了更多专家的关注 洪读员是否又发现了一座 礼堂王室成员的大墓 我判断一个身份比较高 但是到底是属于 当时还是属于哪一个皇子或者谁的墓葬 当时还是心里拿不准 我心里当时初步判断了 应该是某个皇子的墓葬 那除了皇室成员之外 也不可能有人会享用这么大规模的墓葬 那他墓主人有可能是姓李的 那即便他不姓李 他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外戚 超大规模的方形风土 独享洪读员面积最大的墓园 超长的墓道 七个超规格的天井 这一切信息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唐代黄金国妻 太子公主 所以就有人推测 这个是有人提出这个墓葬 会不会这么大规模的墓葬 会不会使太平公主的墓葬 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最小的女儿 从小就受到恩宠 然而在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 乾陵附近 发现了十七座陪葬墓 其中包括两位太子 四位公主 却没有发现太平公主墓 太平公主死后葬于何处 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 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人们联想到太平公主也是很自然的 那么M300一墓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 唐代第一公主的墓葬 是否真的现身红毒源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